好 好 要開始 可以了齁 高醫師想問一下就是說 好像說法醫的解剖其實是有屋內出血這個部分 但剛剛有聽說你幾天沒有知道這樣 然後他是什麼情況 沒有 我是認為說 因為他們也說也有全身骨折的現象 但是我到 因為我去看這個大體的時候 他已經拚過了 所以整個都硬掉了 所以你摸不出來骨折位置 他們都點起來了 但是至少我在外表的時候 他只有這個地方有出血 不然一般我們如果這邊有骨折或這邊有骨折 兩邊有骨折的話 這個地方的周圍都會出血 會出血 我看沒有 所以我認為是沒有 搞不好真的是有骨折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骨折的話 可能就是死後骨折了 就是沒有出血的骨折 可能就是死後骨折了 還有一點他如果出血是沒有第二期 沒有關係 我們當然認為他應該是高處墜樓 但是問題是他高處墜樓的時候 到底是死後還是生前 如果他是墜樓前就已經死亡的話 那墜下來的時候 他應該那個爐內的出血是不會有血塊 如果有血塊就是生前 沒有血塊就是死後 這是可以判讀的啦 最主要我們才會想到說 是不是有那個車子要經過那裡的時候 因為我們現在的車子 那街市區都是廣獎的嘛 所以一定會照大 照大的時候現在那個街市區的前影非常漂亮 是不是在他跌落的時候 可以看到那個夏先生是不是有在陽台 如果有那你說你在洗澡 這就不對了 他說他是在洗澡 所以我覺得這是重點 如果運氣不好就沒有辦法 希望大家有心人幫忙一下 有經過在那個時段 4號的早上的10點半到11點5分左右 我經過那個地點 對有些那個記錄車子修行紀錄記的人 可以把那個記錄交給警方 或交給誰都好 那好像說那個葡萄吹下去這個是 對葡萄吹下去這個問題 為什麼會想到這個 因為11年前就有發生過這個案件 他也是加在酒裡 為什麼他加在焦裡 因為這個葡萄牙劑你喝到身體裡面以後 他會轉變成酒精 所以你喝了酒 你會說分不出來 你到底是吃葡萄牙劑 還是喝酒的 所以他都會投加在酒裡面 所以這是經驗 所以他也是這樣 這個死者賴先生 他好像也有喝一瓶啤酒 那喝一瓶啤酒他如果在裡面 因為葡萄牙劑大概5cc到10c 就會致命 所以他加一瓶啤酒喝就差不多死了 死了 死了的時候 他也在身體轉變成酒精 你會說咦 我們就喝不出來也對 但是沒關係 因為他喝一瓶啤酒 他的身體的酒精含量 應該在0.05左右 可是他突然掉到0.1 或是0.5 那可能就是有葡萄牙劑在裡面的可能性 可能可以查到不一定 當然看問題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今天這個案件最主要就是毒藥物的檢查 毒藥物檢查是第一 第二就是 怎麼去判讀他是生前最好或死後最好 已經 如果真的已經都有骨折就已經沒有意義了 你說他還在那裡多說 他真的在那六年是不是在那六年都沒有意思了 反正我現在跟他認為說 生前最好或死後最好最重要 如果死後最好再踩什麼 死人不掉人 對 所以這個重點是這